为了找寻中国发展自立自强的出路 选择了共产党 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中国人民的付托 1949年他们经过了将近30年的奋斗 建立了新中国 那么这70年来 中国今天走到国际社会的舞台中 全世界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我们中国屹立于世界 而且度过难关之后 给世界带来了很多启发 人类社会的文明是要大家共同合作 共同合作 共同发展 这样的一个中国作为典范 给全世界带来的一种新的品质 这样的一种认识 中国的道路是可行的 而且中国的道路是为人类社会发展 开拓了一个范式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百周年的时候 台湾同胞也看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确实是我们中国一两百年来 中华民族自治人人 为国家为民族的一种自强奋斗 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 台湾同胞的福祉在于民族的复兴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的统一 这是非常符合现实客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 我们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就是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完成国家统一的中国们之下 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台湾们 中国们之类的台湾们就是 在祖国完全统一民族复兴实现的时候 我们要依托祖国建设台湾成为一个最美好的台湾 因为只有给台湾同胞这样的一个愿景 台湾同胞跟自己切正历 还有整个台湾是法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 他们才知道统一对于台湾所有 还有广大基层老百姓 他的切正和幸福是连接在一起的